謝謝主席 請蘇貞昌院長跟經營部長 謝謝 好 蘇貞昌院長還有省部長 辛苦 辛苦 麻煩我們走 委員好 謝謝 部長 今天要跟大家跟部長跟院長 一起來嚴肅的面對現在全球疫情的嚴峻 對於經濟的衝擊 那不只是台灣 世界已經很多人用第三次世界大戰開打 來形容這個看不見的敵人 兩條戰線 一個是生命安全 對抗病毒 另外一個是對全球經濟的衝擊跟影響 那麼在台灣 疫情的部分可圈可點 但是在經濟的部分一直是本習非常憂慮的部分 也曾經就叫過經濟部長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熊市董事長 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這是血淚的呼籲啦 台灣需要經濟的陳時中 暫時的邱吉爾 我們也希望在另外一條戰線上面 也能夠跟防疫一樣 有一個傲視全球的表現 不是虛榮心作祟 而真的是產業現在很慘 在面對這樣的狀況 就我印象所及 院長在上任的時候 也曾經以秋吉爾自我期許 所以剛剛我看到也有我們委員同仁 在呼籲經濟的陳時中 但我不認為是部長可以升任的 對部長沒有不敬之意啊 而是他需要一個全方位的 可以調動指揮所有相關部會 不只是緊急的應變 包括很多的原物料 未來會不會短缺 對於台灣 剛剛也有委員問到 糧食的部分 很多原物料的部分 其實他必須是一個全方位的 由上而下的指揮系統 這是我今天對蘇院長的期許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談 為什麼台灣面對了 這樣一個嚴肅的問題 但我認為台灣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行政團隊 起碼給我們大部分人 普遍的感覺是 重防疫 輕經濟 是不是因為台灣的防疫 做得很成功 所以導致我們自我感覺良好 而輕忽了對台灣經濟的一個衝擊 再加上對台灣經濟體質的自信 而輕忽了這次疫情的嚴重 所以我接下來 其實資料有限 時間也有限 全球經濟這次病毒的造成的重症 已經確診了 重症已經確診了 已經把全球經濟確定推入ICU 包括MF的總裁 包括WTO的總幹事 包括聯合國的秘書長 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經濟學家 高盛的首席經濟學家 通通都講 全球經濟百分之百進入蕭條 而且它的衝擊跟影響 將會遠大於上次的全球金融風暴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再去討論 台灣體質再怎麼好 身體比較好的人 飲水 淹水也會溺死 所以面對這個情況 我們看到 從疫情開始到今天 不斷的台灣經濟成長率 全球經濟成長率 其他國家就不用看了 也是不斷的下修 從同一個禮拜 院長才在講說 我們經濟成長率有二 現在已經沒有了 就是預估已經不斷的在下修 保安明顯是無望 而且深不見地 我其實也不太願意在這邊 提出來末日博士講的 經濟不是U型 也不是V型 甚至於在當年經濟 這個全球金融海嘯的時候 還有一個L型 L型還一個觸底啊 他現在提的是I I就是一直不斷的往下生罪 而且不見底 不見底是因為不知道 什麼時候疫苗可以開發出來 疫情即便緩和 對經濟的衝擊 仍舊是存在的 所以它是一直不斷的在往下 而且快速的在往下墜落當中 台灣現在 無星價已經是四年來最高了 然後呢 整個的 無星價的一個浪潮 才剛剛開始席捲而來 四大產業 我也不想再多說了 真的是慘慘慘 甚至於會展業說 下半年繼續的話 百分之百是沒有收入了 航空 觀光旅遊業 再撐一個月就差不多了 剛剛也講的 早上也有人講了 大三元 精華飯店 我剛剛舉的雄獅旅遊 都已經撐不下去 很多都宣布暫時的停業了 疫情 剛剛講的是服務業 首當其衝 因為內需馬上急凍緊縮 製造業 鍛鍊的危機也沒有停過 包括汽車零配件 包括電子業 藥品業 太陽能模組的零件 半導體的下游 以及高雄本州產業園區 金屬製造業 這是我們 辦公室 有限的能量 政府應該要 更能夠掌握全貌 能夠知道的 就已經有這麼多 面臨鍛鍊的一個危機了 接下來院長 我們再看 這不是我講的 舊經濟要葉克膜 可是我們現在的藥方 開出來 是只給我們的業界吃感冒藥 這不是我講的 而且 金華酒店 董事長講的 台灣的經濟已經要推進去 加護病房插管了 可是現在政府給他們的是感冒藥 美國最近這種 龐大的 政府財政 他們的國會再次加碼通過 我就不再說 歐洲的部分 包括亞洲 南韓 香港 日本 澳洲 新加坡 通通比台灣 所寄出來的財政支出的 舊經濟的方案 跟預算規模都大很多 你看台灣真的是比起來少的可憐 好 部長 你跟我們說 因為美國比較有錢 因為美國比較有錢 台灣真的這麼散 台灣真的這麼無錢 我是說量力而為 對 你有說我上面有什麼 你說要量力而為 我們真的有量力而為 我們來看 這就是比例 就寄出來我們的這個預算規模 紓困振興的預算規模 跟我們國家GDP的比例 台灣真的少的可憐 我們才0.3% 其他的國家都最少都有1% 我是不是來把委員改稅一下好嗎 台灣如果要佔GDP的1%的話 我們量力而為嘛 其他國家都超過1% 我們不去比那個10%幾的啦 1% 台灣也要編2千億耶 2千億耶 這兩千億還是全球最少的了 那 部長你說 來 我一個一個來跟委員做一個 委員在關心的議題 首先 先來談 這一次的這個武漢疫情 我們先來談重創 我們的所謂內息型的服務業的部分 那內息型的服務業的部分來說的話 第一個 我們第一點要先做好紓困 讓產業界 願意 這一次 能夠在 銀行不抽銀根 讓他願意來經營下去 所以在 這一個所謂的 既有的資金 我們一定要讓他們 展聯 的借貸 那個 部長我知道 我也知道 這個媒體報導很多 你也做純粹代理 你在關心 這個服務業的 我們會用擴大內息來幫忙 這是第一 現在你在關心的 譬如說 我們借責業的 屬於借責業 現在目前來講 這個 整個大陸 那個副公立 起來 這個 鍛鍊的部分 慢慢 是已經 95% 補起來 所以 借責業現在在怕 不是 鍛鍊的問題 除非你在這裡告訴我說 這個經濟規模 很夠 因為台灣的衝擊 非常有限 我們全世界的經濟 都沒有 不然 我當然知道 你有在做事情啊 立法院也很快速的通過了 600億 裡面只有 400億是紓困經濟 那這些東西都有 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敢有夠 你們有沒有嚴重的低估了 疫情對經濟的衝擊 會不會太過樂觀 會不會太自我感覺良好 危機意識不足 我們是可以說很謹慎 第一例就定義說 就是太過謹慎 我們問題就是說 會不會太過謹慎 央行那裡有嗎 2千億 央行是央行 你是你啊 央行它是貨幣政策 我現在問的是財政支柱政策 我現在問的是財政支柱 這是國家運算支柱的規模 我們的公共建設 譬如說我國營稅2千多億 還有台商回台那3千多億 台商回台不能算在政府的基礎 沒有沒有沒有 這裡的也是住在這裡的投資 這都是內需注入的動能 所以你們現在就是在靠台商回流就對了 你現在在跟我說這條政府不用處理 這裡都會帶動我們的內需 帶動經濟的動能 現在要怎麼帶動 不是 院長 我要幫你報告 不是我們的體質不好 我剛才說過了 要怎麼帶動 我現在是有錢 我也不敢處理消費 我也不敢去聚會 一百人的聚會就要取消了 我也不可以聚餐 我也不可以辦活動 我也不可以辦演唱會 我也不可以辦很多活動 通通都要停止 說給你聽 這不是 我講給你聽 台商現在回來就是在扣帳 這還跟聽說一說 你在告訴我一個長期經濟發展的問題 我在告訴你 我在跟你討論的是現在全球經濟極動的問題 這是兩回事嘛 委員 這樣啦 原來我說兩句就是說 委員你講的數據我都認同 那數據對的啦 但是解讀啦 現在解讀了 委員說你是不是重防疫 不重經濟不敢這樣 經濟非常重要 只是現在全球 連防疫都還看不見底嘛 所以全球是完全凍結 所以消費市場不動 完全 不可能動啊 連出來都不出來 所以現在的困難是 完全沒有消費 消費停滯 所以政府做什麼事 除了那一千億之外 養行的兩千億 我們還加強公共支出 這一些 讓這個能夠動起來 第三 我們對於現在受衝擊的產業 比如他的員工 不要給他資錢 什麼就是解僱了 不要 政府把它出四成的薪資 這些都是政府對經濟 來院長 我接下來就是有要救教育院長 我知道這些我都已經看到政府的報告了 那所以呢 當我們通過 立法院通過 預算的那一 隔天 蔡總統就召開了國安會議 兩個禮拜前 召開了國安會議 同時就說要加碼四百億 那這四百億呢 就說要超前部署 當時蔡總統是這樣講的 要超前部署 各部會去雲資出來 你們基金 你們預算裡面 然後呢 加加起來四百億 那我現在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這個經濟部 就問經濟部好了啦 各部會一定有分擴大嘛 啊經濟部的擴大是多少 我現在這裡來講有沒有 我那個國營事業 這裡都拿出來執行啊 國營事業的公共工程建設 這都是擴大內需啊 哎呀本來就在做的啊 他這本來就在做的東西啊 啊多少 你給我講多少啦 鐵渣頂半年來做 你給我講多少 蛤 經濟部四百億裡面 經濟部是多少 那我一百億 一百億你講的 你現在跟我說還是 你們真的有騙一百億 你現在四百億裡面我們一百億啊 你負責一百億 我們負責一百億啊 你負責一百億 那這一百億裡面 我們我去問主計總署 主計總署跟我說一定 主計總署跟我說六百億先去營啦 六百億裡面不是兩百億紓困嗎 兩百億真心啊 兩百億防疫啊 他說六百億先去營 四百億再照這個滾動的情形 下去檢討 這樣來看要怎麼營 然後我是問經濟部啦 經濟部是說你們怎麼不會變啦 所以你現在跟我說一百億啦 不然你在這個禮拜一的時候 就是總統召開國安會議的十天之後 院長你在行政院召開了一個會議嘛 開了記者會議 然後跟大家講 就是說你召集各部會 十天讓各部會回去盤點對不對 各部會要拿出你們各部會的擴大 你們各部會哪裡要用 各部會哪裡做 在哪裡公布了沒 那個委員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禮拜二公布的 這個顧家庭 婦弱勢 挺機 我看到了 但是他不是各部會的細項 他也不是各部會的內容 也沒有各部會的擴大 他只有大的東西 大的方向 原本就在做的 這已經從這一個盤點下去 就每一個部會 夜館的項目 都直接做 不只是困 那我現在請問一下 就原本那六百億通過 我們通過的 十三號通過的 六百億 現在執行的狀況是怎麼樣 六百億 請問 你說 六百億的預算 在國安通過特別預算中 各部會都有他的配合 所以你 只要點上網站 看 你看 就都沒有 包括 每一個部會 都有 由部會所長 親自說明 相關怎麼做 比如 我舉例 像文化部 這個委員也是很關心 他就說 好 院長 因為這些都還要在 開始計畫出來 但是還沒有開始執行 錢還沒開始 有有有 阿貴啦 都說過 都在出品了 都說過 就錢 誰拿到錢 有人拿到紓困了沒有 我現在開始在審査 才去 對 還沒開始 院長 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他們有計畫 他們有計畫 有公告 但是這些東西 要等到他發包 招標 然後要等到這些廠商來申請 等到他拿到錢 現在都還沒 像計程車司機 那是教育的 還沒補出 給他的油價補貼 都有 然後再來 你剛剛講這個400億 因為剛剛 部長就講 你這是 你騙多些人 你這個本來400億 就在我們既定的預算裡頭 他本來今年就是既定的國家財政支出了 所以他沒有加碼 他也沒有加成的效果 你這400億 你今年政府本來就要開掉的錢 去年你換他給你的預算 那你現在400億 你這裡不就去做 我其實今天最重要的 還是要請教育 最後一章 我還是要請教育 就是說 我剛剛開示範的問 是不是可以擔任經濟的程式中 請院長擔任暫時的休息人 照台中央經濟應變婚姻 每天都會動式的檢訪 由院長中央統一指揮 來去看這些初婚政策預算的落實執行 以及因應每一間惡化變化 推出這些情勢 我要請提拔應定 你可以出來擔任經濟的程式中 擔任這個時候暫時的休息人 來 帶臺灣打這一場 經濟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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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鄭委員 咱